女孩跟父亲逃难到京城 想进王府打工逃口饭吃 没想到却被王爷一眼相中 从此平步青云改变了一生 当了丫鬟没多久 李采凤就成功事情 被封为都人 一个乡下丫头能走到这一步 已然不易 万幸当时的玉王妃是个宽厚人 不仅没有为难 还处处为她着想 玉王身为太子 日后一定是要继承皇位的 到时候李采凤就是后宫嫔妃 若想真正在后宫站稳脚跟 最重要的就是生个儿子 玉王妃早年坏了身子 已然不能生养 便也将希望寄托在了李采凤身上 还给她指了条名路 我听说大龙福寺庙的观音大士殿 照片上有童丁 那些想生孩子的女人 都会在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 去那摸童丁 要不你也去碰碰运气 此时的李采凤已经贵为太后 可想起那天的情形 还是历历在目 那日天刚亮 她就来到了大龙福寺 得知她是来求子的 老尼姑便带她来到殿外的照避 只要闭着眼睛走过去 一把摸到对面的铜钉 再去殿里祷告观音 就必然能求到儿子 或许是上天垂帘 去过龙福寺不久 她果真查出身孕 怀胎十月 为当时还是玉王的龙庆帝 生下了儿子 正因如此 每年的二月二 李太后都会来到大龙福寺 看一看那面照避与铜钉 看一看现在那些 怀揣着希望来求子的妇人们 一听这话 大太监逢饱不干了 这照避就该供起来 怎么能让人随便乱摸 太后摸了那颗铜钉以后 产下了当今的圣上 这颗铜钉就是神钉 怎么能再让那些 凡胎俗服随便乱摸一通 农在这就吩咐下去 打制一个金丝照给照起来 李太后却不想这么隆重 她理解女人们迫切想要一个孩子的苦心 若是将那钉子照上 她李太后剩下的 恐怕就只有骂名了